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这里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第139道题 我们先看一下题目,从第一句话开始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 在威尔什以外地区,橄榄球呢,也是这个国家的标志 这项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同时呢,也是外界对威尔什看法中为数不多的积极联想之一 这句话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在威尔什以外 橄榄球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说呢,如果这句话一开始的讲的是威尔什以外 那他之前呢,应该是讲到在威尔什以内 对威尔什本身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从意思上理解呢,知道这句话呢,不是首句 我们呢,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是说,在重大体育赛事的背景下 公民通常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认同感 想象这个国家更容易 当一支国家队与另外一支国家队比赛的时候 这句话一拿到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首先呢,他讲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公民很容易对自己的国家呢 有认同感,在重大的体育赛事之下 这句话的意思呢,总的来说是相对比较独立 并且没有任何的一个值代性的内容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占定为首句 第一句话 然后呢,再接着往下看 下一句是说,威尔市的橄榄球就是这样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 它呢,可能是威尔市人民团结的主要原因 这里呢,讲的是Rugby 橄榄球,在威尔市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什么典型的例子呢 这一现象典型的例子 什么现象呢,那就是 公民在重大体育赛事下 对自己国家产生认同感 这个现象 所以说这句话呢,是第二句话 接下来呢,我们再往下看 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是说什么呢 是说 在很多方面,威尔市的橄榄球定义了威尔市是什么 以及威尔市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这里呢,具体说的是 具体说的是,为什么威尔市Rugby 就是我们的橄榄球对威尔市人来说呢 是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或者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说这句话呢,是第三句话 我们再看最后一句话 是不是第四句话呢 第四句话说的是,在威尔市以外 橄榄球也是这个国家的标志 也就是外界对威尔市的看法中呢 橄榄球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句话呢,是第四句话 我们来大致排一下顺序 从第一句话开始 最后呢,是第四句话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什么呢 重大体育赛事 对人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 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呢,重大体育赛事 它这里指的呢,就是橄榄球 而这个现象呢 就是人们的认同感这个现象 接下来呢,又具体说了 橄榄球对威尔市的一个作用 然后最后说的是,在威尔市之外呢 也是同样是这样子的 大家呢,对于威尔市的认为 橄榄球呢,是能引起外界 对威尔市看法中为数不多的积极联想之一 所以说以上呢,就这篇文章那个大致顺序 好了,谢谢大家